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更快地解决叛乱 宿宗问济于李毕剿灭燕军平息叛乱之良策 李毕自长元经兆人 是西魏八祖国李毕的六代孙 少友一才 时任银青光禄大夫参与军国大事 李毕审师夺事后 就当时全国的刑事 为唐宿宗制定了一套平叛的计划 首先通过燕军占领长安洛阳等地后 只是一位搜刮财宝运往后方的行为 李毕断定 安禄山 史思明等 只是有勇无谋的乌合之众 并无长久打算 只凭一股锐气支持 针对此情况 唐军平叛的核心在于稳健 欲速则不达 为今之计要先稳定后方 再一步步地蚕食燕军 具体战略 首先以河东截度使 李光匕首太原出警刑 朔方截度使郭子怡责取冯毅 直插河东 使南北燕军间的联系 拦腰截断 首尾不能相顾 其次 要让燕军疲于奔命 劳损其精兵 密令郭子怡开放华阴一角 让燕军可精子到达关中长安 使燕军北守范阳 西旧长安 疲于奔走数千里 而唐军则在发展后方的同时 以义代劳 剪除其党羽弱旅 最后 待实习成熟 另一上将领兵出领武 与李光碧互为妻角 以攻取范阳 范阳一旦有失 中原各地燕军将如无根之平 此时在联合各路兵马 或南下或西征一举平定叛乱 此为错其锐解其分战略 按照李璧的计策 唐军在横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 广袤地域内 开辟了三条战线 以抵御燕军的攻势 第一条是为彻底攻取河东地区 从而威胁燕军后方 而设立的 以领武泛阳为界的唐燕北部战线 领武是唐军在朔方军阵 最为重要的核心 领武地处于河桃平原 是唐与西域藩国 联络的一个中转战 利用领武独特的地理位置 唐军可以最快地收拢 分散在边局的精锐部队 同时也方便招募藩国的外军驻战 在李璧最初计策中 河东是最为重要的战略地带 第二条则为抵御燕军切断 唐中央粮食供给而设定的江淮防线 以河南截渡使赫兰晋明 和都支兵马使许书记 配合张巡等人把守虽扬 而这最后一条 在李璧看来是最不重要 也是最没有战略价值的一条 只是起到牵制与疲惫燕军的作用 也就是关中长安洛阳一线 但长安作为唐朝旧都的身份 也使得这条战线变得与众不同 宿宗执政初期 按照李璧的计策 北部战线在李光碧带领下 接连收复唐河南 河北等广大地区 将燕军的二号人物 14名逼退随范阳 西路亦在凤翔等关中地区 击退燕军数次进攻 西北二路的胜利 也为李璧的反攻 奠定了基础 自此 唐燕双方的攻守态势 也即将迎来对调 直到智德二年2月10日 安禄山被其子安庆旭 谋杀的消息传来 诉讼大喜过往 认为彻底扭转天下局势的 实际一致 不免急功近利 意图放弃李璧 稳抓稳打的策略 全力以赴 同时出于政治正统性需求 他认为唐军应该转变主攻方向 先收复旧都长安 东都洛阳 同月22日 郭子怡率兵马使李韶光 大将王座 领军数万 从夫郡出发 渡河 齐席同关 想要提前切断 长安燕军 与中原燕军的联系 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没想到还没攻下关卡 燕军主帅 新任燕国皇帝安庆旭 援兵赶到 郭子怡所布唐军 被野战击败 李韶光 王座等唐军将领 血战殉国 此意唐军伤亡数万 丢失马匹气血无数 唐军的攻势为之一错 宿宗的计划 也宣告失败 李璧随即 再次向宿宗 重申了此前提出的 稳扎稳打的战略 要求集结重兵 牵制中原燕军 以配合李光碧 反攻范阳 指导燕军老巢范阳 毁敌根基 再徐土反击 恰好此时 之前收到唐朝廷征召的 安息 以及西域诸国的援军 陆续抵达关中 唐军兵力 进一步增强 宿宗心理由底 顾太傅盟 认为如今 各路大军云集 钱粮物资 也都暂时无余 应该趁士气高涨之际 克服两斤 若长途跋涉千里 去取范阳 不免舍尽求援 李璧再三劝阻宿宗未果 唐军再度集结 准备重新进攻长安 这一次 宿宗能如愿以偿 收复顾都吗 唐智德二年 安时之乱的硝烟 已弥漫中原两年 精疲力竭的唐军与燕军 在横跨黄河与 长江流域间的 三条战线上 不断厮杀 由于各自 都具有相当的实力 所以战争 也逐步进入 相持消耗阶段 因此 谁能首先 从某个局部 获得重大胜利 就可以推动新的趋势 在经历了燕军 早期 措手布局的攻势后 唐军 也在智德二年 完成了队边军动员 大批原本 不在内地的精锐边军 从安西 河西 北庭的军营 赶到中原 逐渐让燕军 失去了原有的战略优势 同时 为进一步加强 内地的军事力量 唐朝在内地 将穆兵制 代替辅兵制 置于主要地位 又增设了额外的 节度史和军团建制 期望招募更多兵员 参加作战 但短期内 大肆扩充军队 兵员的战力与素质 自然难以得到保证 相比之下 燕军也是良有不齐的大杂烩 安禄山时期 燕军以胡人部队为核心 沿途招兵买马作为补充 但由于长期消耗 老兵与新兵的比例 也在不断变化 因此 确定唐朝的反攻方向 以关中为主后 燕军将相对精锐的力量 集中到长安与洛阳沿线 同年5月 完成又一次 军队力量积极的唐军 正式拉开了反攻大幕 唐素宗任命郭子怡 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统率各路大军进攻长安 不过 郭子怡作为新进崛起的将领 与从前高先知 戈书汉等西域素将相比 在军中力微不足 无法有效地约束各边区军团 各边区间谁也不服谁 矛盾冲突不断 彼此之间的协同很成问题 反而是燕军表现得更加团结 5月中旬 唐燕双方再去长安以西 三十里的青渠展开激战 燕军利用骑兵 猛攻唐军阵线 然后主动后撤 吸引唐军追击 最后靠着提前布置好的精锐伏兵 将因前来追击 而导致军队涣散的唐军击败 唐军在这次战战中 各自为战 急攻击力的毛病展现无疑 最后演变为一边倒的追击战 唐军死伤无数 轻取一战 唐军不但损失惨重 军资器械也全部一击 关中为之震动 唐素宗为应对险恶局势 决定继续向外族借兵 补充实力 将目光移向了西域大国回河 回河是由突厥与民族回河人 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国家 回河人煮水草而居 善骑射 以两马荆棋文明于中原 唐朝廷与西域回河约定 克城之日 土地士术归唐 金伯子女皆归回河 以此换来了四千精锐的回河级兵 此外还有众多来自南兆 于田等小邦的增援力量 这些援兵全部被按照地域划分 调配给各支军队 且各地方阵 还有源源不断的部队 开拔至凤翔 经过修整 回血速度极快的唐军 重新拥有了将近二十万的大军 对比之关中燕军 取得了兵力和战力上的巨大优势 同年九月 唐素宗受其子广平郡王李处为元帅 与世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使李毕及副元帅郭子怡 统领朔方回河西域驻军 共二十万人进攻燕军 为了回避燕军的骑兵优势 将战场特意选择在地形复杂的南部湘基寺地区 以风水和大川掩护两翼 九月二十七日 唐朝大军到达长安城郊 在长安城西面的湘基寺驻军 自日清晨 李处命安息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四叶为前军先锋 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怡为中军统帅 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李为后军长官 三路大军互为鸡脚 浩浩荡荡地杀向长安城 同时唐军全军按照旧的建制做了梯子配置 在每个集团的阵线背后 还部署了自己的第二线支援力量 面对唐军的严密部署层层层递进 天军又将作何反应 这场大战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 燕军在得知唐军的主攻方向 为关中长安之洛阳一线 提早在湘基寺一带部署了重兵防卫 且以善于阵地战的安守中为统帅 张通如 李归仁 田前真等宿将为辅佐 鉴于唐军的数量众多 安守中等人也并未选择在长安城内消极固守 在留下必要的守城部队后 将集中起来的十万部骑兵列阵长安以南 逐步向唐军所在的位置推进 虽然自知兵力不敌 燕军方面还是做了针锋相对的部署 他们将由契丹突厥为核心的骑兵布置在中路 以大量的步兵掩护其两翼 同时 在自己的左翼外围留下了另一支骑兵部队 准备在需要时发起突袭 此布局就是效仿早先清渠之战所作之布局 唐燕双方的先锋军率先交手 燕将李贵仁不敌李四叶所部唐军向后退却 李四叶急于投攻下令全军出击 逼近燕军后方大部队 燕军趁势出兵将唐军前军牢牢包围 双方战事进行到最为关键的时刻 燕霄将李贵仁率燕军精锐骑兵队直冲唐前军步兵方阵 意图冲散李四叶所部指导唐军后方自重 安禄山早先任范阳节度史之时 曾利用植物之变往罗天下两码民居装备于军中 而燕军的骑兵队正是骑兵中精锐的精锐 曾为燕军立下赫赫战功 这一支军队也是燕军王牌中的王牌 燕军的骑兵队与唐军刚一交手 很快就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唐军的阵容隐约之间有被燕军冲散的态势 就在这危机时刻 李四叶手持末刀冲入唐军军阵的最前沿 李四叶经召高龄人 身高七尺力大超群 实在李四叶早年在安西都部府为将之时 曾担任唐军末刀队队长屡立战功 只见李四叶以及他麾下的千余末刀队士兵 站在唐军最前沿 排成一排迎战燕军骑兵队 李四叶坦露上身手持末刀大声呼喊 燕军数时骑兵向李四叶冲杀而来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李四叶手起刀落连人带马斩杀燕军骑兵数时 李四叶身后的末刀队将士亦勇武国感 手持长刀向着燕军骑兵队杀去 随着末刀队的加入 唐军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并与燕军展开了大混战 双方战事胶着之际 唐都之兵马使王楠德为了救其皮架 被敌军射中眉间 面皮掉下遮住双眼 王楠德拔掉剑扯掉脸皮 血流满面 仍然向前奋机 此时燕军早先埋伏在己方左翼 外围的荆旗 倾巢而出 意图袭击唐军侧后 唐军侦旗发现后 朔方左乡兵马使 普顾怀恩帅回合骑兵四千 一举将其大幅歼灭 接着 不顾怀恩军又迂回至燕军阵后 与李四叶所部墨刀队前后夹击燕军 只见李四叶身先士族冲杀在前 士族接受鼓舞 士气倍增 皆舍声望死 以依当时 燕军骑兵死于墨刀之下者 不可胜数 与者皆心惊胆裂 向后溃逃 后人据此称之 当四叶刀者 人马俱碎 燕军后面冲锋的骑兵 见前军溃败 赶紧勒出战马 阵形大乱 李四叶指挥墨刀队 舍命拼杀 燕军士气大爹 皆狼狈逃窜 无心恋战 阵形大溃 虽安守中大呼 临阵脱逃者斩 但燕军已是寿惊之鸟 强弩之末 到现在 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济于事 溃败已成定局 是已 李四叶所率之墨刀队 及不顾怀恩所率之回合骑兵 共斩敌6万 不获敌兵2万 燕军大败 溃逃长安城内 将继承逃跑 多次建议率部追击 主将李处 以激战终日 部队慎皮为由 未遇采纳 致使燕军将领 安守中 李归仁 张通如 田干真等 趁夜东撤 28日 唐军收复长安 湘基寺之战 以唐军大获全胜 而告一段落 湘基寺一战 唐军采取T级防御的战略 利用李四叶的末刀队 以及回合的京旗兵 对燕军最为精锐的骑兵队 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此战过后 燕军在关中的精锐力量崩溃 以无力与唐军在长安地区抗衡 星夜逃走中原 以洛阳为核心 不止新的防线 而唐军主帅 李处不采纳 不顾怀恩乘胜追击的建议 致使燕军有生力量 被放虎回山 燕军得以有了喘息的时间 唐军收复长安后 将其目光放到了 毗邻长安的洛阳镇上 一场大战也即将上演